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14日星期一 由Anson Lo和欣怡兩個聯合演出的神之拉闊音樂會 昨晚13日舉行 作為剛剛MIRROR休團之後 服團的第一個演出 Anson Lo在台上也有狀態大勇 唱足跳足半小時都有 不過完演出之後 本來她應該跟欣怡兩個到後台接受訪問 但欣怡已經過了 為什麼呢? 欣怡也說笑 她電力太厲害了 看到Anson Lo胃痛 之後隔了不久 網上流傳了一段大約10秒左右的影片 看到Anson Lo仍然穿著她一套紅色的歌衣 但人就沒有力 要由兩個聖約翰救傷隊的人 就參乎著來場 再硬一點花姐接受傳媒茶商的解話 她說證實影片被人扶著下台的 是Anson Lo 剛好撈表演完之後 就落到後台 就餵抽筋 痛得很辛苦 需要1A幫忙進去台入房 本來她也很想出來做訪問 但因為休息了很久 還是覺得受不了 所以決定送她回家 再看看她明天的情況如何 之後再去到凌晨1點 Anson Lo也是自己的社交平台發文 向大家報了一個平安 因為表演中段就餵抽筋 辛苦工作人員在表演完成之後 就在後台照顧她 大家不用擔心她會好好休息 因為Anson Lo不舒服的事 傳出去之後 神圖門都非常擔心 欣怡在訪問上也有透露 她說 因為Anson Lo全日只吃了一口飯 加上音樂會令到體力嚴重透支 才令到她有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胃抽筋 其實我覺得Anson Lo已經很瘦了 她是偏瘦 她胖一點也不怕 吃了一口飯 真可憐 做明星就是這樣 不過在這個表演看到欣怡都瘦了很多 真的瘦了不少 只是她選擇衣服選得好看 但欣怡真的瘦了很多 拍到Anson Lo 也不是覺得她特別肥 就像以前的人所說 人紅自然會漂亮 現在都貴為天后級 在香港來說 天后級 各大張天女都還數了女歌手獎 真是不得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胖也可能比以前更加順眼 因為人紅 這次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剪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她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都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